好另外呢在台南是有一名骑士 昨天在骑车的时候 因为身体不适 不慎是连人带车 摔进了路旁的大排水沟 当时正在附近巡逻的远警 听到了微弱的求救声 立刻展开救援 最后是成功的将人给救了上来 详细情形我们连线记者邱燕宁 燕宁请说 好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 有民众意外跌落大排水沟内 整个人身上躲处受伤 而且还受困了一段时间 由于夏天为登革热的流行季节 当时远警在辖区周边清理环境时 结果却意外听到微弱的求救声 立刻放下手边工作进行救援 先带你来听一段警方的最新说明 经销人员先是将伤者固定在单架上 在合力将人给拉了上来 最后送医救治 原来证明诚信骑士一号骑车时 因为身体不舒服才会意外跌进大排水沟内 现场在远景救援下 及时送医男子也没有生命危险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最新情况 先将时间镜头交完棚内 立刻下载禁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接下载禁新闻 继续成绩